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25个提问 我们一个一个来解答 首先是网络同修的提问 第一个问题 当别人心情不好 和身体哪个地方有疼痛 他说弟子都能感应到 而且会受其影响 这个可以说是相当的敏感 别人心情不好会影响他 他会感应到 别人身体又疼痛了 他也会感应到 那么下面他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 为什么能感应到别人这种的波动 我们用科学家的说法 他的感应非常的灵敏 我们一般人感应很迟钝 所以别人心情好不好 哪个疼痛我们感觉不到 那就说我们很迟钝 他很灵敏 那么这是现代科学 他一定会给你这种讲法 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的是 是个人有个人的缘分 那么我相信你这种感应 不会是很普遍的 不能说是每一个人心情不好 你都会感染 那你永远没有好心情的时候了 每一个人疼痛 你都感觉到疼痛了 那你又没好日子过了 是不是 在我们相信当中 一定是某些人 不是全体 是某些人 那某些人是 在佛法讲的是 因果关系 他跟你有这个缘分 你比如在中国古人所讲的 母子连心 这个母亲跟儿女感应 特别明显 特别是做母亲的 因为母亲恋恋的关怀而言 儿女不见得想母亲 是不是 所以母亲这个敏感 决定是超过子女 所以这个就是特别的一种原因 跟你有缘的才会有这种感应 那么现在人讲的是波动现象 这是一种感应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他问呢 怎么做才不受影响 这个问得重要 怎样做才不受影响呢 你的心要清静 有这种影响的时候 你不要去理会 不要在意 常常想着的时候 那个感应就很明显 你把它忘掉 纵然有这个现象 现前呢 不去理会他 这就是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把注意力呢 集中在 诵经 念佛 拜佛 这是最好的 就是不要去想他 逐渐逐渐呢 这种现象就会少了 在早年 我遇到一位同修 他修佛呢 也很认真 他参差 每一天晚上啊 他都打坐 时间长了之后啊 这个定中境界限起 现在什么境界 他能看到木轨道 他能看到阎罗 是电阎网 他的建国 那么有时候 在这个定中的时候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动作 就像什么特异功能一样 这个跳舞 打拳 拳鼠非常柔软 但是他也没学过 也没有练过 居然那么熟悉 家里人都害怕 以后遇到我 他把这些情形告诉我 他说打坐的时候 会有这些现象发生 自己不能控制自己 那么这是什么 这个是灵鬼操作了他的身体 就他自己不知道 那么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以后可以改念佛 不要打坐 打坐呢 也念佛 也念阿弥陀佛 念佛当然最好 殊胜的方法是绕佛 就是我们一般讲散步 佛法里面叫惊险 绕佛念佛 这个方法最好 那么他就改了 改了之后 大概差不多有七八个月 他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用这些方法了 会有效 把这个鬼神 别人这些感应的时候 迷人理他 你不要去想他 不要去作义 那么第三个问题的 每一次发生事情之前 他弟子都会觉得惶恐不安 这道事情一发生了 才知道 自己的惶恐是感应 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 这个感应到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因如何才能不受干扰 那这个我刚才所讲的 你能够记住 就会远离干扰 每天念佛 送经或者是听经拜佛 把这个注意力了 在这上集中 那么大凡呢 一般人会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仔细去观察 像这个灵归附身 都是精神涣散 就是精神一直不能集中 那个灵魅才会找到他 一个人呢 精神一直集中 这个灵归不会照上身 照上身的时候 我们叫心思散乱 所以你应当把你的精神 意志集中 集中就不会有这个事情 集中在佛号上可以 集中在念佛 集中在读经 集中在拜佛 这都可以 都是方法 第二个问题 弟子看到不同空间的云飞远动 向弟子求救 但弟子无法与他们沟通 只是感应到他们很可怜 需要帮助 但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 你看到 这是不同空间的小生物 云飞远动是小生物 这不是人间的 木鬼道的 畜生道的 别人肉眼看不见的 你看到 出生道的优理 所以我用一个结果 我用这种结果 最后有点 我用这个生物 蛇